如果我們要在家裡呈現一個 印度色彩的布置 我覺得花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那台灣的花室裡面呢 我們可以找到很漂亮的菊花 有紫色 有紅色 有藍色 有黃色 有橘色 那其實這些色彩都代表著 印度傳統服裝裡面會出現的顏色 甚至是他們建築裡面會有的一些裝飾出來的顏色 我們也可以把一些香料變成一個裝飾的元素 讓我們的空間裡面呈現濃郁的東方古印度的一些色彩 那這些香料呢 我們可以到一些中藥行 或者是雜貨店去找到 幾個有顏色的杯子也可以當成一個竹胎 那通常我在自己在家裡如果要布置印度風味的一個場景的話 我也會去選一些比較帶著自然材的織品 可能是什麼啊 或者是棉印花的布 那再放幾首比較熱鬧的保萊塢的音樂 找幾個好朋友 大家家裡來分享 吃點咖哩飯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布置的方式 其實很多異國風味的色彩的布置方式 我們在台灣的傳統市場裡面就可以找得到 エンド 我們現在的風味是留意的 我們要不要緊貫一下 我們看到去這個艙塊的感覺 我們現在的風味也發現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可以看到了